在杂志的采访中,大S讲述了与欧巴想恋结婚的全过程,他用感觉爱之用气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夸赞,大家都希望这次大S能够真正的招到幸福。 大S尽管暂时不打算付出工作,但却接拍了新广告,很久没有在镜头前,暂时自己的她,看上去依旧当然从容,而且还守了不少。 有爱情的滋润,女人就是会越多越年轻,越来越自信满满。 大S在杂志中有提到自己跟欧巴的年龄已经很大,加上上一段婚姻给自己带来了太多包袱, 她早已厌倦了有关结婚的一切,所以不会再与欧巴举行婚礼,看得出大S还是货得很通透的。 但勇敢如大S与韩国欧巴聚军业地条完魂,她很礼上校园如华的模样,网友朋友纷纷留言着,才真的是嫁给爱情的校也。 自此之后,大S与巨军业频频登上热搜榜,嫁给韩国欧巴的她重新授身成功,又妥妥地辩讳了那个美容霸王,两人各自身上问了婚戒,以及爱的纹身。 前忌日,饭台不久后出席活动的林志玲也被问,倒如何看待大S再恨。 林志玲也表示大S的勇气,让身边的女性朋友颇手鼓励,更有勇气去接受新感情。 大S弟妈妈一开始还被她的举动气到与她吵架,甚至还放话说,不愿意见新女婿,等着大S跟她道歉。 而此后,夫妻俩用行动征服了S妈,邀请她到家中吃饭沟通。 S妈后来也受方苛灿居建业为人,礼貌并且也很有赚钱的能力,是一个很绅士的人。 巨俊也为了大S已经决定,在台湾病居,除了工作需要离开之外,都不会与大S分居。 可见,她也为了爱情牺牲了不少。 在接受采访时,有媒体记者问她,大S孩子叫你爸爸吗? 巨俊也说我,不会枪破孩子怎么称呼我,喜欢怎么叫都行。 对于这个回复有网友表示真在是,太真实了。 巨俊也给足了大S的尊重和安全感。 希望二人幸福长久。 接受采访时,巨俊也满连幸福的笑容,单元了在场的所有人。 这种状态明显是,被婚姻爱所滋润的样子。 恐怕巨俊也,和大S对这桩婚事,很满意。 反正都觉得分手后,相处的,很甜蜜吧。 也许比起前夫望小菲,大S和巨俊也的结婚才是她最想要的。 每个人的人生录割,有不同,每个人的顾虑和选择也不尽然。 大S选择了告别不幸的婚姻,勇敢者爱迪模样的确令人称赞。 时过境迁,她依旧是那一匹敢爱伴恨的野狼。 常言到水,的生活不是一地,只是她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宫中面前而已。 至少大S活出了自己,付出对于女人来说何尝不是好的选择。 挺漂亮自信的女人,我也像活成她这个样子,你们喜欢现在D她吗? 只有菊俊也,和大S要好,希望两个人携收养玉衣对孩子,永远的幸福,能甜蜜地持续。 请不吝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